台北市長的選舉 現在藍綠白三組的選擇 是相當的膠著 先來看一下美麗島民調 其實三組人馬現在他們的支持度 都不會超過這個2%的差距 另外在TVBS民調 雖然講完看起來是贏的比較多 不過現在他們其實這個民調 呈現出來都有一個共通點 民調專家戴立安就說 這次是台北市最難操作棄保的一次 因為他們這三組人馬 現在都佔有三成的支持度 所以他預測了 到時候的當選者 他的得票率應該是不會超過4成 戴立安也說了 其實這主要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說現在的黃珊珊 並不是1994年的黃大洲 另外台北市在柯文哲執政的8年裡面 藍綠的色彩其實都已經淡化掉了 再加上他們三個人 現在都有三成的支持度 棄保很難去操作 最重要的就是仇恨值了 因為他就說這個仇恨值 恐怕會造成選民的心理 猶豫不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操作棄保就更難了 主播 大樓住戶破口大罵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一早到內湖站入口宣傳18歲公民權 被抗議擾人親孟 各黨都會這樣做 那我們把他聲音量放小來 不要打擾到大家 陳時中腰催年輕人投票也要充自己的支持度 儘管藍綠白戰況激烈 民進黨議員梁文傑很有信心 說陳時中會贏 但輸也不意外 藍綠差距會在3000票內 而黃珊珊的票來自藍營 會不會被抽走得看棄保 又沒有發酵 一直在講棄保的 就是擔心棄保的人才會一直講 我們從來沒有在討論這個棄保的議題 我們的選民都非常的堅定 兩個陣營不是都是在操作棄保嗎 要走夜路的時候吹哨子撞膽吧 每天爭取市民的認同比較重要 能提出你的政策吧 蔣浩也非常重視新創 但是王浩議員在議會 在今年裡不過就是擺明了要等到選後 公布新創政見 再把矛頭對準國民黨蔣萬安 黃珊珊不讓自己成為被棄的一方 因為美麗島電子報調查 如果投票前一天只有兩人可能贏 對上黃珊珊 陳時中 蔣萬安 都是手下敗將 黃珊珊成為棄保下的大贏家 投黃珊珊就是投蔣萬安 投陳時中就是 投黃珊珊就是投陳時中 所以集中選票投給黃珊珊 這三個願望就快要實現了 我想接下來我會持續 讓我成為市民心中第一的選擇 最好的選擇 一早直攻黃珊珊南港地盤 蔣萬安到市場敗票 北市長選舉軌決 藍綠白爭取選民支持 一票都不能少 TVBS新聞 紅富華 朱光紅 李平宜 林嘉惠 台北報導 現在的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員 被逼得要當打手 民心黨把矛頭指向侯市府痛批 市政新聞稿用字簽詞 明明應該中立 請莊稅的林嘉隆先生 睜開眼睛 四年四萬戶 屢屢秀下線的表現 令人好奇 無知究竟給了林嘉隆多少 大言不慘的勇氣 不實地扭清 不解 各級處 基於職責 理當說明清楚 四兩撥千斤對手林嘉隆卻炮火猛攻 新北市政府已經轉化為競選模式 大家可以就政策來討論甚至辯論 那公器實用 行政不中立 對於綠營的質疑 新北市府這樣反擊 請林嘉隆團隊也去翻譯下 桃園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為市政辯護的新聞稿 是否也符合您的標準 請不要又來施壓公務人員 意圖使人噤聲 新北市府許立桃園市政府 九月批評議員參選人 用愛你有趨勢時不負責 無限上綱任意抹黑等字眼 認為根本雙標 綠營槓上侯市府 另一頭的侯家軍 選情似乎不太樂觀 對對對 你好厲害哦 雖然掃街拜票容易被民眾認出來 但最新藍綠民調顯示 侯家軍平是議員 民調卻吊車位 例如17人參選 爭七席的新裝 戴上以民調排第九 選三重盧州的吳訓校 民調排名倒數第二 新北第八選區的呂家凱 排名第14 會希望侯市長 可以多來地方走走 然後可以來當一隻 這個強大的母雞 侯友宜有著號稱 最強母雞光環 能否助攻子弟兵也考驗著 侯家軍 國民黨南投縣長參選人 許淑華先前被爆料 論文涉及抄襲 11號 逢甲大學公布審查結果 論文雖有不當引述 但未達違反學術倫理 不影響碩士學位 最近讓學校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報表了我的審查結果之後呢 我發現了有一些民進黨的支持者 包括網軍也到了學校的網站 去灌爆了聯書 所以我想身為一個學生 我在此也表達對學校很深的一個歉意 逢甲大學進一步指出 不當引述的內容 要許淑華完成論文修正 再送回學校審查 一開始是8月4號 接獲檢舉 兩個月後對外正式回應結果 他說他必須要完成修正現實上傳 重新修改他的論文 所以他必須要在這個學期結束之前 要完成論文的修正 針對逢甲大學結果出爐 民進黨南投縣長參選人蔡培惠 也出面回應直接開嗆 依據台大的標準 許淑華論文就是抄襲 所以我們對逢甲大學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距離年底選戰剩下一個多月 從林志堅論文一路燒到許淑華論文 經過兩個月審查 接過許淑華的論文 未達違反選術倫理情節重大的程度 TVBS新聞陳家貴 陳怡君 徐又翔 南投藏報導 現在國民黨又找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回來輔選 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瑜他是之前 他是在跟前高雄市議長的女兒 來幫他站台 同時也同框了國民黨的市長 參選人柯哲恩 現在媒體人張雨萱他就說了說 他說過去韓國瑜他是藍居的禁忌字眼 但是這一次卻可以引爆旋風 他說因為民進黨只要他們引發的民怨 持續沸騰 韓流就永遠不會消失 而且他也說了說 其實從韓國瑜這一次站台來看 他其實是相當的幽默草根 而且他的講話 有非常高度的渲染性 所以他的回來 其實也讓高雄市長陳其邁 不得不去注意 因為這一次回來的 不是被自己罷掉的韓國瑜 而是打敗自己的韓國瑜 所以他就說了 陳其邁要注意的是 他的對手不是國民黨的參選人柯哲恩 而是韓國瑜在高雄還沒有消散的影子 主播 派出律師澄清來龍去脈 因為選舉倒數 勢必得把自己身上的疑雲風波交代清楚 國民黨金融市長參選人謝國良 被指控捲入洗錢案 他開記者會向大眾澄清 2018年 德信證券公司的董事長 向謝國良 對方比約定的還款期限還早了幾個月 就把錢還清 不過事隔半年之後 謝國良才從朋友的口中得知 那些還回來的錢 一似是挪用正確公司的資金 所以我在借給他錢 他還我的那個當下 我是完完全全不瞭解 那個是犯罪所得的 只是這一整個成親記者會 聽在對手民進黨金融市長參選人 蔡適應的耳裡 似乎還是沒有解釋清楚 謝國良也澄清 過去這借貸期間 他都是以民間身分做商業行為 但綠營一直把他當作公務員 指控財產來源不明等等 他認為這些都是不實的指控 雙方你來我往 看來這工房站 恐怕沒那麼快能結束 TVB的新聞劉欣奎中 玄機龍採訪報導 不能只有你們說 聽聽選民心裡話 這個女生就會去子宮前癌的行業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縣長在推行的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好 他很親民 然後他有市長信箱 直接到那個他的官網留言 他都有什麼小事大事他都會處理 另外一個候選 他有提出的證件就是說 他不會想要再讓雲林先退步 想要讓他進步 那相對要進步的話 是至少要弄一些建設 然後讓吸引年輕人來這邊住 就直接在這邊住下來之類的 對這樣我會覺得說 至少會讓雲林先看起來更年輕化一點 雲林要改善的地方就是交通 有時候就是搭車比較不便 我們這邊的大眾捷運比較少 因為我們這邊大家想到雲林就 每次有朋友 外線色的朋友來雲林 我們都不知道帶他玩什麼 然後最後晃一晃 就只能帶他去嘉義玩 就會覺得說 人家來這邊我們卻不知道說 有什麼可以推薦給他們的 會覺得很尷尬這樣 覺得像是可能文創一點的東西 也許可以再多增加 對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年輕人很多 其實也是想要就是生活再更好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自己駕駛 再拔發發展更棒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向 好 我覺得雲林的最重要的就是農業 那農業的改善除了精製農業以外 可能還是要走向科技農業 或是生技 我會比較希望他年輕化一點 讓更多年輕人來 雲林縣這個地方 因為畢竟 就有很漂亮的山 也有很漂亮的那些田地 那些風景之類的 就是可以製造更多東西 讓年輕人會想要來這裡玩